中華民國的法律上規定是說 這樣的病人需要年滿20歲才可以做手術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但是你如果沒有診斷書 他並沒有規定你沒有診斷書不能做手術 那假如一個病人不適合做手術 外科醫師幫他做手術之後 這將會是一場悲劇 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逆的手術 那不是說病人來諮詢說 想要做手術就可以幫他做手術 因為變性手術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手術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嚴謹的評估 那我們目前的狀況是需要有兩位 精神科的專科醫師 然後做一個長期的評估 通常需要兩年以上的時間 認為這個病人適合用另外一個性別來生活 然後同時大部分的這些醫生都會先開始 跟他們用這個荷爾蒙治療 讓他們認為他們是另外一個性別 然後適應一陣子都沒有問題之後 他才會開診斷書 那我們看到這個診斷書之後 才會考慮幫病人做手術 那除了診斷書以外呢 我們我個人還是希望說能夠有父母家長的同意 這一方面是為了要保障病人 一方面也是為了要保護醫生 因為這個不是說一個人做完手術之後 他變成另外一個性別 所有將來的路都是一個光明坦途 不是 他將來要面對的挑戰跟挫折 可能才正式要開始 包括身體所遭受這個手術之後還要做復健 這種復健通常需要幾年的時間復健 以變女生來講 他的陰道必須要每天的去擴張 擴張一年兩年的時間 才可以維持他的深度跟寬度 不只是生理上遭受這樣的一個痛苦 在這個人際關係 或是在家庭父母的親子關係 這些都是要重新再去建立的